近期频频因为极端主义引发血腥命案的孟加拉 发生大规模恐怖袭击 枪手闯入首都达卡使馆区一家餐厅 挟持人质长达12小时后流血收场 警方今早攻坚救援赫然发现 枪手已经杀死20名外国人质 而且几乎所有人质都是被瑞武致死 可见凶途极之残忍 7名枪手在深夜高喊真主万能 硬闯达卡高级区一家广受外籍人士 欢迎的西班牙餐厅挟持人质 过程中多次与军警发生激烈枪战和爆炸 人质危机延续12小时后 特种部队今早展开攻坚行动 现场枪声大作犹如战区 特种部队陆续救出13人 当中包括一名日本人和两名斯里兰卡公民 并在行动中歼灭了6名枪手 一人束手就擒 军方叫后证实 餐馆内共有20名人质罹难 全部都是外籍人士 而且许多人都试遭恐怖分子 用尖锐物以极其冷血残忍的手段杀害 当局还没有公布死者身份 但意大利政府消息透露 有意大利人遇害 日本也有7人失联 生死未捕 较早前 两名军警也在行动中殉职 换言之 这起恐袭一共造成28人死亡 当中包括6名枪手 另外还有多人受伤 伊斯兰神圈国恐怖组织在事发后 立刻宣称发动袭击 但孟加拉政府没有证实这项说法 那么多人受伤